接下来为您播出天网 年轻少妇蹊跷命丧家族 现场痕迹指向可疑的丈夫 抽丝剥剪引出神秘的婚外恋人 杂乱的足迹凌乱的感情 什么样的纠葛引发的这场迷乱的悲剧 迷乱的足迹 片段盘目即将播出 2013年10月9日 对四川省雅安市出租车司机饶建墙来说 这将是永生难忘的一天 他不可能想到 他即将经历一场刻骨铭心的生离死 凌晨五点多钟 经历了一夜疲惫不堪的等客拉伙 绕建墙打算回家好好睡一觉 可是进入房间后 绕建墙发现 妻子到本方竟然躺在楼梯上 一动一不动 人命关天 雅安市公安局与城区分局刑警大队的前递 在第一时间赶走现场 定队现场进行仔细探查 一个复杂而领论的现场 呈现在刑事技术人员面前 案发现场门窗完好 没有秀的痕迹 警方推断 监医人是和平进入室内 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和平进入 可能只有数人 门把四对 闪得开 房门的人 肯定是数人中 进入一楼的房间 几枚残缺的足迹 出现在警方眼前 这是一些凌乱的制足足迹 他们分布的状态 显示着曾经发生的一番打斗 那么在波动的过程当中 踩到地面上的温浆 就是擦起边上的温浆 所以它这个磁水 沾住了大量的温浆 由于现场地面很粗糙 如果不是正常有温浆灰 警方将很难提取到 这几枚并不清晰的足迹 这些足迹 又是水流下来 警方马上把目光 落在受害人的身上 在楼梯的转角处 受害人但本方 身穿睡衣 试着双脚 脚底占有少时 温浆灰 发现死者的身上 主要位于鼻部 扣面部 经过这些死表推称 推弹 死者的死亡原因 为无压扣臂 引起了机械性这些死亡 根据死亡原因推断 受害人身上 很可能会留下 嫌疑人相应的痕迹故障 于是警方对受害人 脸部部分的生物检材 进行了测试提取 随着尸体检验的深入 警方也对案发时间 有了大致的推断 终合我们事件的情况 我们推断 死者的死亡时间 为前一晚上的 二十二岁 在二楼的客厅和卧室 勘察人员又发现了 大量乘趟分布的 制足足迹 这些足迹 往返于客厅和卧室之间 在这间零万的卧室里 人类翻动的迹象 随处可费 报案人也证实 此刻随身佩戴的 黄金项链 戒指 博异 家中还有几千元现金 复制去向 也许他就是明知晓的 这个 这个有那么几千块钱 他就是重做这笔钱 他清楚这个钱的位置 和方式 他重做这笔钱去的 因为他是输了 所以必须报杀事 同样在贴厅 周边还有两个卧室 没有人和一点 翻动的痕迹 当时还不能明显的 翻译到 到底是为什么 定型上 第一感觉还不能定型 二楼这些乘趟的足迹 与一楼地面的足迹相似 都占博有闻相辉 那么 这些制度足迹 会是同一个人的吗 这些足迹 又会是属于流向的 因为现场的是此处 斩折了北回 死罪 死网的时候是此处 是第一 第二 死罪的脚的足迹 所以占换少量的北回 第三 从尺寸的大小形态 都会使得比较新鲜 所以我们基于以上的三年 出乎人为 这个尺寸是所形成的 能不能确定是死罪的 还需要进行不力 扩手地建立 是谋财汉密 还是故意杀人 不管嫌疑人的动机是什么 他一定会在现场 留下痕迹 然而 是非不认 警方只发现了 受害人留下的 赤足足迹 却没有发现 有关嫌疑人的 任何痕迹 这一点 极为反常 探查必须要 再次推敲 终于 在这些杂乱的数据中 警方发现了一枚 疑似 刑技神留下的血印 综合现场所有的痕迹物证 警方能够大致还原 案发当晚的情形 当晚十点左右 受害人在家里二楼的卧室上网 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叫门 那么应该是由苏人 在地下喊他 那么他确认了这个人 可能对他不构成 这种很大的威胁 他可能才会 开这个门 嫌疑人进入室内号 应该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将受害人控制 导致其不能呼叫求救 很有可能是以来性所谓 如果是旅行的话 他的强制力 可能达不到这么大 在反抗的过程中 受害人可能将鞋子踢掉 并踢翻了地上的闻香灰 在粗糙的地面上 流向紧液 随后 嫌疑人将受害人 携制到二楼的一间卧室 逼迫他拿出 加密费工的财 得寿之后 将受害人带到楼梯间 杀害 有此 警方对嫌疑人 有了一个大致的刻画 嫌疑人具有一定的体力 而且跟受害人认识 还有可能是本村 或者附近不有的男性居民 我们的第一份认为是 有针对性的 苏人作业的可能性偏大 毕竟当地这个地方 地数比较偏僻 而人员结构 比较坚的 外来人口很少 于是警方一方面 对现场的足迹和协议 进行分析比对 一方面 对现场附近的村庄 进行全面排查 尽管警方可以断定 是所有的作案 但是 外围调查 却没有任何结果 受害人 是从外地 嫁到当地的 他在当地 认识的人并不多 那么 当天晚上 谁能够让他 把房门打开呢 命案现场 发现了一枚 一次嫌疑人的血印 血印的主人 竟然是受害人的丈夫 第一情是 受害人丈夫 却又不在场证明 古朔迷离的案情背后 究竟有何玄机 迷乱的足迹 天网栏目正本播出 亚恩市玉城区 发生一记 入室杀战案件 警方认为 嫌疑人跟受害人 是熟人关系 但是 本地的排查 却没有发现 可疑对象 那么 这个能够顺利 进入现场的人 究竟是谁呢 排查中 一个一直被婚姻的人 引起警方重视 他不但是死者 最熟悉的人 而且是现场的 第一目击者 同时也是报案人 他就是死者的丈夫 饶建强 不过 如果饶建强是嫌疑人 那么 他的犯罪动机 是什么呢 在警方对饶建强的 社会关系 亦没有查后 一条可疑线索 也随之 浮出随意 发现死者劳工 长期 与当地 一个型号的女子 保持不正当的 那个关系 双方这个关系 保持的比较久 甚至 他们之间的关系 都有 这个世界 都是清清楚楚的 据了解 由于饶建强 有婚外情 受害人 但本方 与饶建强的 夫妻关系 并不好 两人隔三差五 就会因此而吵架 这条线索 马上引起了 警方的证实 饶建强 是否可能因为 婚外情 产生夫妻矛盾 进而对自己的妻子 痛下杀手 然后 伪造了这样一个现场 现场的足迹鉴定 似乎正在为 这一推断 提供证据 经过分析比对 警方发现 现场二楼 那枚疑似嫌疑人的 鞋印 正是受害人丈夫 饶建强所丢 当然 他老公本身 在这个地方生活 在一旦居住 他留有些痕迹 和你去 可以得到解释 饶建强的 这些印出现在 自己家中 原本无可非议 如果这个情况 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那么 另一项发现 却主使让警方 十分兴奋 事件的时候 我们在 实在的口碑部 提取了一些 相关的生活检查 将这些生活检查 送到市局进行检验 经定而必须 确认为 实在老公 饶母书一流 由此看来 现场的证据 和嫌疑人作案的妒忌 似乎都在指向 饶建强 考虑医生 会不会是他老公 因为那个婚外情侣原因 于是 饶建强在案发当晚的行踪 成为警方调查的重点 然而 饶建强的说辞 却在推翻警方的判断 他说 司机当晚一直在 雅安市区开出租车 几乎整晚都在车上 根本没有回过家 对于现场那些可疑的痕迹 要坚强回应 他回家后 发现妻子躺在楼梯间 曾经右手 触摸过妻子 发现妻子 没有呼吸后 他又惊慌地来到二楼 并在二楼打电话报警 所以在现场 留下了大量的痕迹误障 一个打的一个 比如说我们那个原刑 就是说 打的还谁想 消心求人 他的话 从而坑强了 真别 到底是 死还是不是 一个时候 要寻找证据 真是他说的事 真话 还是战后 为了验证 饶建强的说法 警方来到出租车公司 掉去了案发当晚 饶建强车辆的 即便行车记录 离去了车内的 装菜照片 结果警方发现 饶建强当晚 的确一直在市区 开车拉脱 他没有做法的时间 我们认为他是 比较有重要的 嫌疑和动机 但是今天我们调查下来的 他又有事实 又认证 又无证 能够证明 他案发时间队 并没有在 前程出现 那么这个 到底这个事情 和他本身 还幽默的关联 饶建强 是目前为止 唯一的嫌疑对象 但是他却有完美的 不在场证明 难道警方的判断 突现了失误 他的可能性 自己作案的可能性 不大 但是 不能排除 他亲人 害人的作案 这种可能 这个我们 并没有放弃 对老建强的 老建强的侦查 而继续 争论 他是否知情 是否有 共同的可能性 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如果直接作案人 不是老建强 那么 凶手就另有七人 案发当晚 究竟是谁 叫开了受害人的房门 无言的现场 究竟隐藏着 什么秘密 赤足足迹 究竟是受害人 还是嫌疑人所留 为什么 他们会给警方 造成如此困扰 峰毁落魂 警方发现 有女性嫌疑人作案 可疑的婚外恋人 面对警方 又会如何自圆其说 迷乱的足迹 天网栏目 正在播出 饶建强 直接作案的嫌疑 被排除 但是警方认为 不能排除 他与人合谋 作案的可能性 如果饶建强 与人合谋 那么 还有什么人 认识受害人 并且能够顺利的 进入现场 警方没有其他的 回忆对象 扑扑托 似乎只能 立体蹊径 他们把方向 转移到 饶建强和妻子 但本方中间的 那个人 饶建强的婚外恋人 郝美丽 根据调查 饶建强与郝美丽 长期保持 婚外恋关系 甚至影响到 家庭和睦也 再次不及 好多次流露出 想要给这个 饶 去婚的这种意愿 警方还了解到 郝美丽 曾经发过 一条微信状态 为11月18日 进行倒计室 希望某个人 给他一个最终的答复 实际的老公 给他承诺 要在11月18日 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离婚 还是给他两个分手 这是个节点 这个郝美丽 对这个饶建强 是相当迟 应该说是 爱到痴狂的地步 所以说他很在乎 他和饶建强 自己的改静 他也很迫切地 希望饶建强 能够获得 世界离婚 跟他两个在一起生活 那么 这个复杂的翻角关系 是否和案件有所关系 郝美丽 是否会出于 对饶建强 强烈的感情需求 而做出某种 极端的行为 他要出局他 然后占据这个 给我一次 想要去而打一次 还有这种可能性 很急于地 像两个都在一起 无巧不成书 就在郝美丽 进入警方视线后 技术部门 对现场足迹的分析 有了一个颠覆性的发现 虽然产阶模糊 但是还是具备 一定的检验条件 我们和死者的赤足迹 进行了比较简历 最终发现 现场的赤足迹 不是死者的赤足迹 而是零有气的 既然赤足的足迹 不是受害人所留 那么就应该是嫌疑人所留 嫌疑人的足迹 与死者足迹的大小特征 如此接近 以至于对警方最初的判断 产生误导 那么这又会是谁的足迹呢 我们通过这些赤足迹的分析 一个是心态 二是大小 三个是他的手艺点 一起出工 那中复分析的话 那么这个赤足迹 有可能是女性 所留 服务女性的特征 警方原本以为 嫌疑人是男性 但是现在看来 嫌疑人 还有可能是一名女性 那这个女性是哪个 这个女性的足迹 我一下子会在室内 只有给我们造成的 很大一个疑问 小货的是 郝美丽与死者 都穿36号的鞋 现场的赤足足迹 是否就是郝美丽丢下的 她和案件 究竟有没有关系 这个足迹 这种初步的人 跟我们 真正上 对这个郝 这种怀疑 就 咱们 咱们 如果 郝美丽的身上 出现疑点 那么 还有一个疑团 没有解开 一个女子 是否可能在 没有心中 坐林右舍的情况下 单独作案 完成对受害人的 控制和杀害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公主 主管上的派来 觉得好像 他有个人都完成 如果 即使他作案的话 都应该 还有一个 帮手去 帮他来完成 那么 郝美丽严强 在这个事情里面 他 他 是否 咨询 谁 是一个疑问 为了解开 这些疑问 警方决定 直接和 郝美丽 基础 试探 郝美丽的反应 当 饶建墙 成为 警方 询问的话题时 郝美丽 对两人的关系 一直 十分 避讳 警方向话题 转移到 十月八号 案发当晚 郝美丽的行踪 成为他们 关注的众目 郝美丽回答说 她当晚出去 买了麻辣烫 然后 就回到酒茶的宿舍 再也没有密托 如何证实 郝美丽的说法 侦察员 来到她工作的酒厂 进行调查 在调取了 酒厂的监控物像后 这些影像 为警方提供了证据 郝美丽 向警方 撒了话 发现 这个好姓女子 在研发单位 是先后两次 出入酒厂的大门 二十时 五十分钟左右 她第一次 走出酒厂大门 二十一时 十八分左右 反回 手上拎着一袋东西 可能就是她说的 麻辣烫 但是 仅仅过了六分钟 二十一时 二十四分左右 她再一次 离开了酒厂 二十到凌晨的 二十三时 五十四分左右 她才返回酒厂 因为在当地 地书农村 这个怀念下 一个女子 独身在外面 待到接近四二点钟 才返回 自己所住的地方 这个是极其不正常的 第二次出来 混气 十一个多小时 这个真是 研发时间 时间短 所以她的嫌疑 就出现出来了 就在警方准备再次传唤 郝美丽时 郝美丽却主动找到警方 出乎意料的是 郝美丽主动承认 她向警方发布 她跟姚建强 一确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案发当晚九点钟 她的确却出去过一次 她知道姚建强一般出车 就在姚建强 经常停车休息的地方 等她聊两天 但是等到十一点多 姚建强也没有来 于是她就返回了九场 从路线上来讲 她是知道这个 绕这个 到央阳里开出租车 也应该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在那个时间就等 是等不回来的 相当于她在跟我们不停地在做一些演示 做一些解释 但是她这种越解释的东西 她所暴露出来的破责就越来越多 从撒谎到圆谎 郝美丽究竟想演示什么 她第二次出入球场之间 长达两个多小时 这期间她究竟去了哪里 又做了些什么呢 形势策划 嫌疑人会提出什么意外的要求 迷乱的现场足迹 究竟如何形成 水落水空 是什么导致了悲剧发生 面对惨痛的后果 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感悟 迷乱的足迹 天网栏目正在拨通 郝美丽三番两次地向警方发火 并且她对当晚的行踪 无法自圆其说 警方认为 郝美丽的表现十分可疑 具有重要时间 具有重要条件 具有重要动机 你请我想 她想跟我一块撒谎 那么我们打电了推测 这个发生协议会不会就是郝美丽 警方对受害人的社会关系 进行了大量调查 没有发现其他的可疑人员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郝美丽 但是警方却苦于 没有直接的证据 证明郝美丽与案件的关联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避免错过破案机会 亚安警方在测谎专家的帮助下 围绕健强和郝美丽 同时进行了测谎 大家都晓得这个测谎 并不是测谎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荒野 而是测谎的一种情绪 一种心理上的 一种人的这种多种 多行心理的这种 生理翻译 是人不能控制的 测谎结果显示 郝美丽与本案有高度关联 当我们把这个结果 明确地告诉 郝美丽的时候 就说你在我们这个采访中 没通过 有很多地方跟我们讲到假话 是什么原因 他就心里头就很慌恶 就说这是 我再采一次嘛 郝美丽的反应极不正常 在新一轮的询问中 她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 面对那些无法解释的疑点 郝美丽一五一十地交代了 杀害但本方的全部犯罪过程 而饶健强的确对本案毫不知情 原来 郝美丽与饶健强从小一起长大 一起读书 中学时两人曾经谈过恋爱 但是 这份青涩的恋情 没能开花结果 而是轻易地被雨打风吹去 天隔一发 两个人都有了各自的生活 后来 两人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两条生命轨迹 本来不应该再有交集 但是 2011年 因为婚姻生活并不如意 郝美丽回到了家乡 跟饶健强 重新建立了联系 那时候我们老公 现在也跟我男嘛 然后还结婚 过别多年 但两人心中似乎都有一份特殊的情愫 几次见面之后 两个人的关系很快就突破了家庭和道德的底线 就说一发会 就是说 就是说对方 就是说对方 就是说对方有点点心 加上说 很要求对方嘛 那些就大意 然而 饶健强的妻子 但本方 很快就对丈夫的婚外恋情 有所察觉 争执 吵架 便常常降临 给这个年轻的家庭 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 但是这一份承诺并没有得到遵守 地下恋情仍然在进行着 但本方对郝美丽十分生气 便把郝美丽生活的不检点 跟自己丈夫的不正当男女关系 张扬了出去 郝美丽和司制 是一直处于一种相复比较 第一次的这种情况 平时在该场见到面之后 两个都是不大招呼 并且有的时候 还要自伤麻烦的这种 鲁骂对方 在这个不大的小镇上 刘威严飞鱼 纷纷向郝美丽吸引 这份不光彩的感情 让郝美丽承受了 巨大的道德和名誉压力 因为我实在受不了那种压力 就我日间 我最后来 日间对我自己的年 2013年10月8日晚上 趁饶建墙夜间出车 一直想要找范本芳 单独里面的郝美丽 来到了饶建墙的家 然而沟通还没有开始 劈头盖脸的一阵痛苦 就炫透了这次对话的结束 吃了闭门坑的好美丽 只好离开 他来到街上买个麻烦烫 21时18分左右 回到了酒厂的宿舍 但是 他的内心却无论如何 也平静不下来 6分钟之后 21时24分左右 麻烦烫还没有吃完 好美丽再次走出了酒厂大门 他不会想到 这一步虽然终止了地下恋情 却也彻底改变了 他人生的古迹 这一次 好美丽虽然进了屋 但是 两个人当场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甚至还动手扭倒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 放在地下的一个 盘香的那个 放温箱的盘子 就被双方踢到了 踢到了之后 温箱灰就撒落在地下 打斗过程中 两个人的鞋子都被踢掉 因此 两人的脚下 都沾着有弯箱灰 但是 他们都没有在 从地上 一直撕倒到沙发上 三下两下 但本方竟然被捂死了 惊慌失措之间 好美丽想到了 伪到现场逃避侦查 最后 好美丽又试图将尸体搬运到楼上 但是来到楼梯间时 因为体力不支而作画 这些活动 让好美丽在现场 留下了大量赤足足迹 但是 由于但本方死亡时 没有吞鞋 并且脚底也同样 占有温箱灰 种种巧合 干扰了警方的侦查 让警方最初认为 赤足足迹 是受害人所得 而受害人丈夫 饶剑强 发现但本方后 触摸尸体 留下了自己的生物检材 又在现场 留下了自己的血液 让案情 显得愈发 扑朔迷离 最后 警方将好美丽的足迹 与现场的赤足足迹 进行了再次认定 这场悲剧 以爱的名义开场 最后却以恨来逼步 当经历过死亡之后 他们对这段 复杂的感情纠葛 仍然有着不同的理解 可能我太优秀了 我两个都喜欢吗 我肯定优秀 我说我不优秀 我们肯定不就这样 就觉得我说 这人别太优秀 这人别太优秀 他说有时候 他说好想好想的放射 他说这么久 就是不想分射原因 就是你在一起了那么久 现在我会不会 觉得说 刚开始也不用来 跟老娘家在一起 每个家庭 就是一个社会的细胞 虽然归家的法律 没有规定 没有禁止 就是婚外禁 但是 我们等你到底 在让我们 每个社会的细胞 健康 健全的这个国度来说 这种行为 确实是害人害己 光天化日 女三轮车司机 毕如袭击 生命垂危 蹊跷的现场 神秘的目击者 微小的线索 印出一个庞大的家族 犯罪嫌疑人 把自己隐藏在了 八万人之中 警方要如何找到他 残缺的证据 天网暗幕近期播出